现代人生活节奏快,基本没有时间运动,所以遇到肥胖问题,往往采取减食方法,但是减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降低,容易反弹腹胖,到底该怎么减肥,不妨试试中医爱酒。 在中医看来,脾胃虚弱是肥胖的根本原因,因为脾是管运化的器官,当脾胃健康,我们吃进去的食物,就会很快的被消化,有营养的被吸收,没营养的被运出,当脾胃虚弱了,则运化的力量不够,对于吃进去的食物,就会处在消化和堆积的状态。 时间久了,那些无法运走的水汽,湿气和着急积累秤脂肪,人就变胖了,因此如果帮助脾胃把这些垃圾运走,也就成了是否能够成功减肥的关键因素。 在这里,求给大家推荐三个个帮助脾胃运送垃圾的学位,风龙学,水分学和水德学,爱酒这几个学位,可有效要坠肉缩水,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学呢? 一,风龙学,齐学名取自相声,它是未经上的落学,未经几披荆的水石之气轰轰隆隆聚集在此,故名,风龙学是功诊的治弹教学。 人潮王国瑞在《御龙歌》中说,谈多一项风龙巡,李时珍也说,谈是范味,取风龙。 对于谈试肥胖来说,爱酒风龙能调脾胃,恢复脾胃的韵化功能,消除脾胃里面的水石浊气,使气学畅行,谈试字化,消去减肥。 风龙学位于人体的小腿前外侧,当外界与内环间连线的终点处,聚近古田园二横指中指,爱水分学,热脉的重要学位之一。 水,积水液,分是分开,半学的重要作用,就是将聚集在人脉的水液散开,促进水分代谢。 水分是水中性肥胖的常用学位,碰到一个患水种病的患者,吃中药没什么效果,有一天突然想到可以用水分和气汗学来进行,结果第二天患者的水种便消失了。 因此,对于谈试肥胖来说,碍有水分是属于对症下药,水分学位于肚脐之善意横直,大指的腹部正中线上。 三,水道学属于祖阳明未经,是小腹障们,笑遍不力的临床教学。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,刺激水道,能打通体位里的水道,让这流的水顺流而下,就提醒您谈试肥胖的人体,内都存有很多流不出的水液。 因此,爱酒水道学,就好比是给那些水开了个区域,让它们顺畅的流出。 水道学位于下腹部,当肚脐下三寸相当于自己的时,中,无名,小指四个指头的宽度,句前正中线两侧两横直。 对于这三个学位,爱酒方法也非常简单,用爱调选酒,每个学位10到15分钟,每天一次即可,7到10天为一个疗程。 适合肥胖,水肿的人群,发烧,有传染病,孕妇竟用爱酒减肥。 实际上,适时肥肝是脾胃虚弱的直接原野,正如素问通平时神论中说,因此减肥也还需要调整饮食。 多食清淡的蔬菜水果等等。 另外平时可以喝些趋腻的茶饮,大麦茶就有去食疗账,消极进食,化骨食作用。 所以在韩国,大麦茶成了年轻女性的弊位之物。 减肥瘦身不是女性的专利,肥胖,谈食肉,谁种的男士们,也应该长久上数三学,多喝大麦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